中国驻美大使张燕岁表示 估计涛主席访美意义重大 美国际问题专家认为 接近有益于消除误解 中美双边关系将会日趋成熟 巴西 里约州洪灾的遇难人数 上升到626人 部分地区洪水退去 街道面目全非 冷空气席卷日本 韩国 一些地区创下了历史最低气温 和最高积雪记录 新一轮冷空气来袭 中国南方动物范围将会再次扩大 内蒙古古伦贝尔出现 零下46.6度极寒 呼气成病 枪击抢劫时有发生 突尼斯军队和警方 抓捕一批暴力犯罪分子 前总统安全局长 因制造骚乱被捕 新联合政府或将在今天宣布成立 中国队2比2战评 乌兹别克斯坦队 连续两届亚洲杯 止步于小组赛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 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以下进入详细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将会于18号到21号 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国驻美国大使张叶岁 15号在华盛顿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胡锦涛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 是推进新时期中美关系的 重大外交行动意义深远 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了 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两国对话沟通密切 经贸联系紧密 人员往来频繁 合作领域广泛 两国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 对话与合作是两国关系的主流 中美关系是当前世界范围内 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也是屡次经历波折的外交关系之一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主席 哈姆雷认为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即将对美国进行的正式访问 必将对两国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哈姆雷对于中国的第一次零距离接触 是在2001年 他坦言 自己这代人是在冷战的背景下长大的 一直被灌输以冷战思维 将中国视为军事威胁和假想敌 当真正踏上中国土地 中国百姓的家庭亲情 让哈姆雷对这个国家和民族 有了新的认识 我仍然记得 面试过在天文 在看这些个人 大家都这么高兴 而且他们的年轻人 也许的 赌命 我想着我 不信这些人 想要有战与我们 为什么要他们 所以他们把自己的态度 才对他们产生 同时他们想要进入战 这股社会会结尽快 2009年上半年被西方媒体称为 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关系的蜜月期 然而在此后的一年半中 两国在贸易 军事 国际热点问题等多个领域 出现了分歧与摩擦 在中美双边关系的历程中 这样的起伏并不罕见 如今中美双方越来越成熟地 看待这样的局面和背后的原因 我们两个国家是巨大和困难的国家 结果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 我们会认为不同的东西 所以我认为它是一种自然的发展 问题是我们可以定义一个共同的领域 我们可以定义四个领域 我认为这会是一个挑战 保持并加强沟通与交流 是中美双方的共识 2006年 美国曾有评论说 胡锦涛主席与布什总统的会面 成功缓和了两国贸易关系 是当时一大成就 2010年末 中美双方再次化紧张气氛为积极互动 两国在贸易 军事 气候变化 和全球安全等多个领域的关系上 呈现积极的调门 人们再次瞩目 中美领导人在2011年新年一时的又一次握手 将给新时期中美关系带来怎样的推力 当今世界迅速而多重的变化 的确造成了很多的误解和不解 而要消除误解 将不解转换为理解 这是一个需要付诸努力的过程 这如哈姆雷所评价的当今中美关系的基本模式是有建设性的 而要抛开偏见 积极增进相互理解 这是这一模式的具体体现 本台记者 美国华盛顿报道 关注一下角动全球的极端天气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连日来是浦江暴雨 引发了大规模的洪水和泥石流在海 那么截至到16号的时候 越南人数已经是上升到了626人 随着强降与天气的持续 还有救援工作的进一步的展开 预计死亡人数还将会继续增加 而从今天开始 里约热内卢州将会哀悼一周 在洪水退去的地区 原本的街道已经面目全非 路面覆盖着厚厚的淤泥 居民家中的床 沙发等家具也被冲到了街上 16号 救援人员正加紧清理废墟 并且不断地在废墟当中挖出遇难者的遗体 战民们看着眼前的一片狼藉 不禁触景生情 在重灾区特雷索波利斯市 六个灾民临时安置点 目前一共接纳了接近2000名灾民 这名伤员在泥石流来袭时 被掉下的房顶撒成重伤 他的一个朋友 本以为他已经遇难了 没想到却在安置点与他不期而遇 劫后余生两人悲喜交集 我一生的父亲 他被我保留了 我被遇到四岁的女孩 我被遇到二十岁的女孩 然后我被遇到一妻 中年人生活有更多的